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明解放军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侦查疫情表示解放军具备快速发现在我周边海空任何范围的挑衅行动 快速激动表明解放军舰艇飞机能快速出动 赶赴现场采取应对措施 而联合打击则是针对任何对我国实施侵犯行为的势力 实施海空联合反制 确保海空控制权 掌握主动权 并根据情况进一步展开打击行动 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与此同时 菲律宾 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海空军 正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开展为期两天的多边海上演习 报道称 这是非美加澳四国首次举行联合演习 只在加强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这也是十天之内菲律宾拉拢与外国家进行的第三个演习 此前7月31日 菲律宾两国海军在南海举行了联合演习 接着8月2日 菲律也在南海举行了联演 不仅如此 菲律宾武装部队在宣传中 还总会刻意将这些演习冠以首次之名 引起舆论关注 以此提升南海争端的曝光率 比如2023年11月 美菲在南海进行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海空联合巡逻 2024年4月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演习 最近这一周又出现了非日和非美加澳的两个首次 然而 据公开报道显示 菲律宾与外国家在南海地区实施的演习 大多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以最近三次为例 7月31日 非美联演只有两艘舰艇参与 非日首次联演参与的兵力也是两艘舰艇 最新的非美加澳演习一共有4艘舰艇参加 其中澳大利亚根本没有排出舰艇 只出动一架P8侦察机 专家指出 菲律宾拉拢与外国家在南海地区搞演习 看似在涉海问题上增加了底气 但实质上 飞防引狼入室的做法 不仅导致大量军事力量在南海击聚 也冲击了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中心性 当前东盟国家中只有菲律宾毫无战略自主性 美国的取向就是菲律宾的取向 菲律宾无论是舰艇还是指挥控制系统 都与美日等国差距很大 无法实施有效联合作战 其更多是希望通过这种演习 让外界认为美日等国是幕后支持者 为其自身挑衅行动壮胆 但这些与外国家的南海问题上都不会瘾火烧身 更不会为了菲律宾火中取地 他们只希望菲律宾冲锋陷阵 与外国家利用南海问题 在本地区刷存在感 反过来又导致南海有关争议 反安全化的趋势被强化 毫无疑问 美国就是搅乱地区局势的最大外部因素 美国推动小多边机制和集团对抗 根源是习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定位 事实上美进入南海事务的手段并不多 只能通过联合巡航 联合军演 以此展示威慑 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美国这一套对中国不起任何作用 不会对中国的主权主张和维权举措 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只会更加坚定中国维护自身 在南海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对此南部展区回应表示 一切搅许南海制造热点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 尽在掌握之中 好了本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